有评论说,军队与习并不贴心,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巨变,中共政权 朝不保夕,军队又难以依靠,习近平可能会枪杆自理施政权 Alexander Wealth, Host Photo Agency The Ageti Images,近日南海战云密布,中南海内斗也是 刀光剑影 有评论说,习近平目前最大的筹码就是手中的军权,弹军 对于习并不贴心,中共政权朝不保夕,军队又难以依靠,美中若真的 开战,习近平可能会枪杆自理施政权 美中发生热战 姚城,美 国要打,中共不敢8月6日上午 中美军机先后进入台湾西南的防空 识别区,外界猜测双方可能发生了交锋 美中两国究竟会不会发生热 战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城对自由亚洲表示 美国想打,这是肯定的 美方最近几个月在南海的动作,就是在准备打仗 但中共不想打,因为它确实在兵力上没办法跟美国比 姚城说,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共的海军,尤其是舰艇像下饺子一样的下去 055大驱逐舰一 经下水了6条 075大驱逐舰也下水了2条 但没有1条形成了战 斗力 而美方除了驱逐舰外 在本土还有B-1B-52轰炸机 F-35战斗机装载的巡航导弹 攻击的范围是1000公里 而且美军在南海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可以同时打击多个军事目标 中共现在打,肯定没办法出手 但姚城认为,美中双方局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高 有90%的可能性 但全面热战不太可能,中共不跟你打 也打不起来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委员会 NSEP,委员戈尔卡S Evestian Gawker 早前接受访问时说 在军事力量方面 中共是一只只老虎 若美,忠贞的开战 中共军队会迅速崩溃 这一点中共也心知肚明 此外,姚城日前还对大纪元透露一个重要信息 他说一旦战争爆发 中共军队内部不一定会配合中央调度 很多军 人都不想给中共做陪葬 根据姚城的线报 中共军方内都从未停止 军队内部人心惶惶 各派系都在观察局势 如果打起来,军队有可 能会造反 习近平难靠枪杆子姚城不止一次表示 中共军队和军委主席习近平并不贴心 时事评论人士郑中原认为 习近平本人对军队也不放心 枪杆子难靠 郑中原日前在看中国撰文称 习上台八年 近距离保护习的御林军 北京卫属区换了四任司 令员 如此高密度的调整 说明习近平对谁都不信任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中强力反腐 先翻了徐才后 郭伯雄二名前军委副主席 于百名各级将官落马 但这并不意味着习可以放心的定于一尊了 文章指 中共军队最知名的是腐败 江泽民派系留下的军中卖官体制 历史旧账难以清算 军中尽是两面人 难保忠诚 而且习在军中字 锦人太少 外行大秘当监军 加之习反腐 不敢倾垦骨头 没有触动江 责民等反习势力大佬 留有后患 这些都令习不安 2019年 2019年 近平大规模晋升将领 晋升17名上将 而今年仅火箭军政治委员徐 中博一人被授予上将军衔 央视的画面显示 习近平全城满面愁容 当前 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变 中共隐匿疫情和强推港版国安法票 起全球海啸般的冲击 加之国内民怨 党内斗争暗涌不断 陆海边界 又生事端 军队又难以依靠 中共政权岌岌可危 朝不保夕 郑中原 表示 中共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如今 红朝已进入末路 到习近平这里 恐怕是枪杆子里施政权 新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